那我们学者们都认为 到底有哪些生命的现象 可以认为它就是生命的表现呢 我们列出这么多指标 我念一遍 有新陈代谢 有生长与发育 有感应与反应 有运动 有繁殖 有恒定 有适应 而有些版本为了精简 它可能会把运动放在感应与反应下 它把运动当作反应的一部分 有可能 但是我今天会分开讲 那有人会把恒定跟适应放在一起讲 都可能 这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 但这些就是所谓的生命现象 各有不同的性质 而今日今天各位来这边 就是要第一 了解这些生命现象指的是什么 第二 能够区分 哪一个现象属于第一个新陈代谢 哪个现象是属于运动 你要分得出来 那如果大家OK了 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第一个生命现象 叫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呢 顾名思义 你看它叫新陈代谢 其中代谢这两个字 才是重要的 你可以直接简称它叫代谢 新陈代谢就是代谢 那干嘛前面加两个字呢 它是来表达它的一些意思 新就是新的 层就是旧的 新陈代谢 其实原来是指 新旧物质互相转换 新旧物质互相转换 所以叫新陈代谢 但是说实话这样说法不完全精准 不一定是新旧物质转换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叫代谢 其实也可以 但是习惯翻译成新陈代谢 而这个物质的转换 一定伴随着能量的转换 物质跟能量是脱不了干系的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补充说明什么意思 物质转换过程中 就会伴随能量的转换 能量的组成能量的运用等 而所谓的物质转换 不外乎两个动作 一个叫做合成 一个叫做分解 合成就是小分子组装成大分子 分解就是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这个大家已经清楚 那我们就来用这个图来表达 假设这些分子 什么氨基酸 单糖 甘油脂肪酸 维生素跟无基盐 我称它为中分子 分子大小四中 它呢就可以透过合成作用 变成大分子 例如说更大的分子 像什么蛋白质啊 多糖类啊 或是形成胞气 好大哦 对不对 但它也可以分解 变成更小的分子 例如水跟二氧化碳 所以各位现在看到的 两个动作 中分子可以合成大分子 中分子可以分解成小分子 那这个合成 就是我们所说的 同化作用 这个字 而所谓的分解 就是我们所说的 异化作用 那为什么不叫合成 不叫分解就好 干嘛还要叫它 同化跟异化呢 因为合成和分解 念起来不专业啊 不觉得 我们来分解吧 我们来合成吧 逊 我们来进行 同化作用吧 我们来进行 异化作用吧 不觉得就很炫吗 而且这两个名词 又不是那么难理解 同化作用 关键在于同 我们同在一起 例如这边有两个小分子 在这里 它可以经由 同化作用 让它们同在一起 形成见解 这是个化学界 让它们连在一起 两个小分子 形成一个大分子 合成 我们称为同化 我们同在一起 相反的 如果今天你分解呢 为什么叫异化 这个异就是离异 我跟你切八段 那不就分家吗 一个大分子 切成两个小分子 我们称为异化 我跟你分开来了 我跟你离异 所以叫异化作用 那一般而言 在生命的世界中 同化作用 必须要吸收能量 它要耗能 把能量吸进来 为什么 为了形成这个间接 我换个颜色 为了形成 我刚刚所形成的 这个化学界 化学界是有能量的 我要形成这个间接 必须给它能量 才能形成 所以同化 必须要吸收能量 相反的 如果你今天 把这个间接打断了 这个剑的能量 就会释放出来 所以异化 通常会释放出能量 哦 你看 同化吸能 异化放能 不就伴随着 能量的变化了吗 物质的代谢 一定伴随着 能量变化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以上是 同化 就是所谓的合成 它是吸收能量的反应 异化 就是分解 它是释放能量的反应 各位弟兄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问题 如果对于 同化异化的定义 现象了解了 我们来找 你们熟悉的例子 来做 那个 做比对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 在国中所学到的 你们看这个反应是 六个分子的二氧化氧 跟六个分子的水 形成 一个分子的葡萄汤 跟六个分子的氧 这个反应 你们看到 画面左边 总共有十二个分子 画面右边 只有七个分子 十二变七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连在一起了 数量变少了 代表有些小分子 组装成 这一个大分子 这个大分子叫葡萄汤 这个就是一个 标准的同化作用 这是什么反应 什么 是什么反应 光合作用 perfect 这就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生命世界当中 最重要的同化作用 它让小分子变大分子 而我们刚刚不是说同化作用 要吸能 要吸能 要吸什么能 光能 光能 我吸收光能 造成物质合成 我吸收光能 造成物质同化 成大分子 所以为什么我叫它光合作用 大家光合作用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吸收光能 合成物质 光合 吸收光能 合成物质 光合作用 就这么来的 那这个反应是 如果倒过来写呢 一个分子葡萄糖 跟六个分子一样 把它弄成六个分子 二氧化带 六个分子的水 那不就等于 七个分子变成十二个分子 分子数目变多了 代表有些大分子被切断了 你数目才会变多 这就是标准的异化作用 这个反应各位有印象 它是谁吗 你们有没有学过 是不是所谓的 呼吸作用 你们是不是叫呼吸作用 或叫它细胞呼吸 这个作用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 异化作用 它会释放出能量来 所以光合作用是 生命世界最重要的 同化作用 呼吸作用就是 生命世界中最重要的 异化作用 它会放出能量 这个能量呢 就供细胞使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植物 我们是消费者嘛 因为植物吸收了光能 组装成葡萄糖 你就把植物吃来 你就有这个糖了 你就可以把分解放出能量 你细胞就有能量可以使用 我们是消费者 这个物质我们不能合成 我们就吃别人 吃生产者 或吃别的动物 吃其他的消费者 好所以光合作用是 最重要的同化作用 呼吸作用是最重要的异化作用 它们完全符合刚刚所说的 同化作用就是合成 吸能 异化作用就是分解 放能 好 那我们看下面三个大小比较 如果今天的同化带于异化 合成带于分解 你身上不就一直累积大分子了吗 这个生物就会开始 越越重越大 越重越大 就开始生长 但如果今天你是分解大于合成 异化大于同化 你就一直分解 分解成小分子 比如说水或二氧化带就散出去了 你的体重越越轻 你就越越瘦 你就在消瘦 但如果合成跟分解差不多呢 你就维持不变 所以大家 如果今天同化大于异化 你会越越重 我不是说你在生长吗 这跟第二个生命现象 生长与发育就有关系了 代谢直接影响第二项生命现象 生长与发育 所以每一个生命现象之间都有关联 但是我们要知道 同化异化是指代谢 那你变大变重 那是生长与发育 那我们今天 有关于代谢主要先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 再见